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年的方向是比较关心生命力的 关于活力的这方面的追求 我所运用的技法 其实是文艺复兴前期的技法 结合了传统的油画技术 那这样 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 较长时期的一个探索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就是按我任何周围里面所碰到的 我自己有感觉的 我就希望就把这个感觉固定下来 可以从理解的途径 或者是只凭那个感觉去对话 这是我的供教室 当进入那个供教室里面 当时光线很显然 就是因为某一个季节 它产生了对画师里面的不同元素 之间的联系跟对比 那结果就算把这种感觉抓下来 就是一种生命的形式 希望就是通过工作的过程 如何去接近那个生命 对于那段话里面 基本上关心就是说 我如何取得一个统一跟那个协调 这个就是我画的技巧 对我来说话最重要就是直觉 所以之前我尽可能不遇学命题 那命题还是让它以后慢慢形成 因为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感觉 就是在一个角落 后面就是一幅画 我前面就是一个证物 这个还是最近的题材 就是它的结构 它的形状 引起了一种旋律的一种感觉 那突然就是自己有一个感觉 希望就是把这个影像抓下来 那整个结构出现的时候 慢慢又发现了一些没预想到的 就是这个形状里面画里面的 跟画以外的现实 它逐渐有一个联系 这也是之前没预算的 它们每一个元素 当它到了一种差到好处的状况里面 没有再变动的欲望 那就变成说就暂时把它到这个阶段停下来 然后隔一段时间然后再回看 那就再决定继续再往前推 那即将就会碰到工作上的问题 当你面对一个你愿意的元素 在画面呈现的状况 我们写不得动了 那在你写不得动的状况 我就干脆把这句话停下来 摆在一边 希望就是隔一段时候再看 但是隔了相当的时候 尤其准备这个展览的时候再回看 尤其好像在整组画的时候 那好像你这张画 我就觉得跟别的话放在一起 它变成有一种对照 或是对比的作用 那我就把这张画列入整个系列 然后有一点跟别的话 是相反的那个效果 那是什么资格的 有练习的 对比赛的 那是有练习的 那是有练习的 有练习的 是什么资格的 对比赛的 对比赛的 不许多 那是有练习的 那是有练习的